富邦长春公开赛最终较量 蔡启皇前两回合均位处并列第一 今日在关键后九洞连续抓下四只Birdie 成为影响战局的决定性关键 更给自己打下90分的极高评价 从第十洞开始我连打四只鸟 我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 可是当下就觉得梅干都蛮重要的 所以都奋力的去把自己做好 这场比赛是我进入长春第一场冠军 对也算蛮重要的 因为离我上次的冠军是三上2012年 也是第十年所以也很难得 十年魔一剑在故乡拿下冠军实属珍贵 而超级长春及业余组冠军 则分别由今日抓下三鸟 强势逆袭的张望根 及偷偷打下夫妻 全场最佳的成绩群所拿下 就是很开心第一次在淡水球场拿到冠军 就是打了这么多次都 都跟冠军有点落差 所以今天可以拿到冠军 我是也是完成一个自己的目标 三回合的激战中资深前辈与潜力新秀的球技交流 期许赛事能长久发展 将不止长春更是传承的赛事宗旨永远流传